三条人命过后第六天 嫌犯从容背着包包 手上还拖着一个行李箱 预先叫了白牌车要前往高铁站 不过这时候他还随身 携带死绝的手机 就是要继续营造 对方还活着的假象 那一上面的妈妈是跟我讲说 他那一天 那个男生要带妈妈 去买新手机 家属说和妈妈最后通话 就是在四月底 五月四号打过去时 就是妹室带为接通 理由是妈妈已经在把孩子洗澡了 不过妈妈已经遇害身亡 隔天妈妈手机却传来讯息 说要去买手机 五月六号前进死者也透过手机 传文字反问姐姐找妈妈干嘛 直到五月十一号 家属警方上门命案才因此曝光 比对当时案发时 手机通电根本就是嫌犯一手策划 警方查案过程中还发现 五月五号当天 两名水族馆员工也曾经进到民宅内 员工到来说 当下有闻到一阵撤位 以为是死鱼飘出来的 没有多项 后续被警方约谈 才知道当时屋内已经死了三个人 让他吓得提出离职 焦信男子在杀人后 四天主动通知水族馆业者 道府清理鱼缸 这样的行径也起人疑斗 存了还是有诸多疑点 警方将意义理清 静新闻综合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者 钙子